开地大吉 保佑各位 景品安安 顺顺利利 2.3 GO 超少年密码Fighting Soul 该戏夹带主角高人气 戏还没上映就已经火了 相信有不少粉丝不管在哪里 看见TFBOYS这几位少年就会流口水 但有句话是网剧易得而幕后难求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一探 超少年密码Fighting Soul的幕后故事 让那些TFBOYS粉丝的口水再多流一些 废话不多说 Follow me 超少年练成全记录 超少年密码幕后揭秘之实验室篇 记得学生时代做化作实验时 总是会惊奇于那些红的绿的粉末 和各种药水 而咱们超少年密码剧组呢 也有这么一场在实验室的戏 其间有火光四射 有美女老师 而我们的鲜肉们 对实验室的各种实验器械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么一根火柴都弯出了新高度 看这认真劲儿 在学校化学肯定也学得不错吧 同桌的你总是让人浮想连篇 戏中同桌的你也是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呀 这是我的好兄弟 他叫余夕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一个坏学生 没有没有 特别坏的学生 我是他的兄弟 老师们都影响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做人要公平 而他为什么就平不了呢 算了就这样吧 哪有那么公平的事 到哪里都是需要学习的 这也不例外 看来都是好学生 听得那么认真 我说大哥 咱找把扇子什么的好吗 拿嘴吹 烧到脸怎么办 找不找啊 找等一下 太臭了不敢点 然后你手握 他如果直接捏这个 拉下来就可以了 可以用力拉扯 可以用力 放在他们旁边 对对对 对对对 可以了 鲜肉们快闪 快闪啊 实验室烧个精光也没关系 你们的容颜 可不敢有半点闪失啊 说小说小 我是说小 我是说小 这美女老师也太美了 怪不得大家上课 如此认真 这样好吗 超少年练成全记录 超少年密码幕后揭秘之 打斗篇 在我们粉丝的印象中 我们小鲜肉团体TFBOYS 应该是这样的 是那种唯美的少年风 而超少年密码的剧情中 有机场打斗的戏份 真是把我看呆了 原来他们一个个身手 竟然如此矫健 谁说好看的都是花瓶 花瓶也分很多种好吧 我们这群小鲜肉 就是那种 掉地下都不会掉一点瓷的 超强花瓶 你看这眼神是多么的淡定 你看这闪躲就是多么的从容 哇塞 好帅啊 我看根本就不用出手 光凭这躲闪就能把对方累死 反正对方又打不到自己 你们两个不如我上 如此伸手是出自哪位恩师所受呢 像是他们 和这位极力量和速度于一身的 斗逼壮男日夜操练 想不出师都难呢 看看又整上了 盼虎不光是咱们鲜肉们的武术陪练 他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终极目标 还会挑战各路物林高手 不信你看这架势 一板一眼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虎哥威武 我们的鲜肉呢 为了拍戏 也为了有一天能够战胜胖虎 不光注重实战 还会不分白天黑夜 室内室外的锻炼身体 这是为了锻炼灵活性 这是为了锻炼弹跳 这是为了锻炼耐力 这是为了锻炼耐力 超少年练成全纪录 超少年密码幕后建立一支篮球片 不知为什么每少年的校园生活都离不开篮球 我觉得这可能跟身高有关系 超少年密码的剧情呢 也没能免了俗套 这一场把耍帅剂情到底的篮球场拍摄 就这么开始了 三分球进了 不光场上要打 场下也要攒一点经验 游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打篮球什么是最帅的部分 那用说肯定是扣篮呢 那咱们小鲜肉肯定也要来一个扣篮 但是咱们的主角碍于身高的局限 很难完成这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也难不倒咱们工作人员 办法有的是 不行你看 这一下行了吧 我扣篮 我扣 我扣 进了 这也不太难嘛 我扣 我不是说那个是扣篮 扣篮 我不是说他弄成 我扣 超少年练成全记录 超少年密码幕后揭秘之摄影师篇 你要问我剧组里谁最辛苦 我会随口一说 大家都很辛苦啊 但如果你认真的提问 那我会认真的回答你 摄影啊 不信你看看 他们基本是剧组里面最黑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这么黑呢 因为他们没地方躲 没地方躺的 总被太阳晒着 好辛苦啊 还有他们为什么都是长发呢 结合一下之前很苦很累的话题 结论会是 实在没有时间理发和洗头 我会想这样 不过好像每个摄影师都是天生的乐天派人 是剧组的开心果 偶尔也会撩妹 你这样不行 你都拍他们在工作 都拍我在玩 看这功夫 这就是传说中的倒退如流吗 这个摄像机看着好大好重的样子了 一个人拿着感觉好吃力 没点力气 看来也是做不了摄影的 除了要有熊的力量之外 还要拥有爆的速度 你看一转眼都没影了 除了爆的速度 还要有鹰一样的眼睛 而且还要被升得很高 白天生晚上还要生 千万可别掉下来 你没把安全的 我都不拔了 你不拔了 倒着滚掉了 你把门我跳不走 我不懂你 他们很爱吃东西 好像一直都在吃着东西 说到多才多艺呢 他更不在话下 看看吧 一个破木箱子 一边当椅子 一边还是乐器 感觉一下这个节奏 跟着感觉走 两个走我的左边 一个走我的右边 明白 不要做到我 超少年炼成全记录 超少年密码 幕后揭秘之 休闲篇 你说这剧毒苦 剧毒累 咱们可不能跟着苦死累死 咱们得苦中作乐 先下时光放松一下 咱们可以游山玩水 虽然这山有点寒酸 像个大土堆 但也拦不住咱们 涌攀高峰的信念 还可以打打水漂 咱们个子小 扔点小石头就好了 给胖虎来块儿打他 看这下 差点打到胖虎的脑袋 注意安全啊 这沙子堆 看着有点感觉 裁量下 出来休闲 就得有个休闲的样子 这一片竹林中 可以让我更深刻地思考人生 以后有钱了 要拿竹林来一个罚 就在里面 就在里面 走啊 兄弟 跟我钻小树林去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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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了 看我这平衡感 我是不是可以 考个飞行员直绕 用力 用力 马上就飞起来了 这里还有积木呢 快来 这是失传已久的无影手吗 难道被你练成了 好大的手机啊 这屏幕好爽 时空穿梭机吗 这是 去看看另外一个世界 我就爱反其道而行 我怕你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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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层一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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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宝宝了 再也不玩了 超少年练成全记录 超少年密码幕后揭秘之导演篇 谁说女子不如男 在我们超少年密码这个剧组中 这一句话不仅可以成立 而且还有女人玩上男人的趋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超少年密码这个剧组的导演 是个金国英雄 好 可是我那一句没有 好 可是我那一句没有 你当地全是没看到还是不知道 没看到 他有去吗 他有去吗 他没看到 说话做事没力风行 他会给演员讲戏 差不多就是会演一遍 他会说话 他会说那个 他会说那个 对 他会讲的说我不是 我会慢慢的往后对 不是我不是我 你们才慢慢站起来 都是这么慢 然后大家才慢慢往前靠 所以讲是他就能够看一下电视 确定他跟电照人长相一模一样 是是是就是他 不要让这个挂路跑了 是是是就是这个 不要让这个挂路跑了 他喜欢戴帽子 几乎随时都是戴着帽子的 真想看看他不戴帽子 是什么样子 可从没见到过 导演和摄影在沟通拍摄的细节 这简直就是美女与野兽啊 很大的事业 你过这个需要过很大的事业 不用 我早有点 打邪箱 就变邪箱了 你不要搞 你看看你的电车要到哪里 这样摆 电车 对啊 你说是这样行 他不要你的手 不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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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用车 我最紧的就倒数 拉化了 可以啊 但是他走过走到哪里 就走到哪里 你看看你走到哪里 就掉了 你掉到哪里 对对对 对啊 越来越接近了 其实导演不光是成田板着脸给别人讲戏哦 他已经跟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打成一片了 不过他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专注 导演最大的特点是肢体语言丰富 手势很多 表现力很强 有时我觉得导演本身就是一个好演员 超少年密码的拍摄途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奇闻趣事你不能一一看到 不过没关系 网剧近期就要上线了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您呢 这就是超少年密码的密码答案